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度是高见过了22,618点 创下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了 但是午后指数就有个冲高回落了 目前跌幅是有所收窄小幅的一个回升 那目前横指就暴在了22,489点 上涨了22点 涨幅为0.1% 另外国际指数目前是暴在了9,317点 上涨了16点 那么涨幅是接近0.2% 那么今天的大盘的走势相对的比较反复一些了 那么这也跟是今天有多支的蓝筹股呢 是公布业绩前后有一个异动是有关的 那您认为大盘的一个后市呢 是否可以持续的一个看好呢 说真的 整个股市还是不断的往上推的 大家应该很清楚 这个声浪 头一个阶段是腾信跟香港交易所 对吗 根据而来的就是中移动 友邦 这些难筹开始做好了 这两天就能到像汇轰啊 像其他的成分股稍微做好一点点 当然成交还是比较低迷 现在来说股市在22,500点左右水平 可是总的成交平均来说只有500到600多亿 其实这个动力是不太足够的 要是说这个股市能够再进一步往上推 当然 只要主要的恒生指数的成分股稍微做好一点点 指数已经可以往上进一步推升的 可是市里面就是没有细分 也可以这样说吧 大部分的投资者在这个短值的声浪当中 其实也赚不了什么钱 因为很多都是看看那个股市 再看看成交 再看看市场的细分 根本就没有 所以大部分还是抱着这个观望的态度 当然 首相抓的股票也不少是24,000、25,000、26,000回来的 等于说股市在经济部往上推透啊 可是总的来说家乡价还没到 所以变成来说 很多投资者都觉得 股市现在不算低 因为地位上来 已经上升了2900多点 再买一点高价货的话 承担的风险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可是手楼上的股份 也还是有一段路才见到家乡 所以变成来说 就是股市在往下 在升500到88点 恐怕跟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样子看起来 股市虽然是不断的往下寻找这个月 跟寻找今年的高位 可是细分还是比较保守的 你要是问我的话 我觉得整个不断往下寻找高位的走势 应该暂时不会改变 尤其是现在还 只不过月中还没到 当然要是指数再往上去 而成交还是保持一个低迷的话 恐怕到九月份也可能少后股市似乎有一点点的回吐 跟反复都也说不定 毕竟从6月24号的低位 19662点开启的上升到今早的22618点来说 指数已经上升了2956点这个其实来说已经不算太小的 尤其是那个总的成交平均来说只有500到600个亿 对后一个阶段的股市我还是看它还有机会在进步往上推 可是现在在推荐给投资界去买的股份 恐怕也要承担一定回吐的风险的了 好了关注完这个大事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只股份 那么分别是这个939建行以及388港交所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建行了 那么今天大盘上是以金融股表现是较为的突出的 那么其中的939建行呢更是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了 那么居半日成交金额榜的第一位 另外最高股价呢最高的时候是见过是5块5毛5的 上涨了1.5% 创下今年的一个新高了 那目前股价是报在5块5毛3是上涨了1.1%的 那么内银股的话您看好这只股份吗 目前呢应该怎么去部署呢 内银股当中我看的比较好的就是 建策银行工乡银行跟中国银行 第一就是他们的PE还是比较低 4英里只是5倍啊6倍这样子水平 而那个利息也平均有差不多5到6厘左右水平的 当然有个比亦然觉得利息稍微还要高一点点 看起来内地的那个经济下行的话 对利益股也当然会作成一定的影响 可是由于他们的股价相对来说也不算太高 所以短期之内要是一问我 要看好内银股当中哪一支是最好的 没有错真的是建策银行 其实来说工乡银行跟中国银行我也看得比较好 可是要是资金只有一支 上载当中只能买一支的话 我想我还是会推荐建策银行 不过要补充一句 从4块3毛1到今早今天的高位5块5毛半来说 每一股已经上升了差不多30%了 二十几吧 现在再冒进去 除非你有一个中线投资的心态 要是买回做一个短线的炒卖的 问题不大的 可是又懂得你往上看 譬如来说看5块8 5块8毛半也好 这个没问题 反而就是要是一旦收押的话 那什么价钱你要止算呢 这个很重要 我希望赚它三毛钱 我觉得我顶多就是承担三毛钱的风险 这个就比较可以跟大家说的 要是说赚一毛两毛三毛你不走 可是一亏下来你也不走 那就问题就会来了 其实相对一年的高位6块多7块钱到现在 它还是下头了很多的了 当然估计内地的经济没有那么快 会出现一个明显向好的走势 所以利盈股暂时来说 说真的真的是有波幅而没有深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胜的 上次国有利盈股来说 要是我推荐的收缩还是939 坚钱赢了 那么看这支股份是要看自己的能力 好好地控制好风险的一个水平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另外一支股份是388港交所了 那么今天港交所就公布了中期的一个业绩 存力是按年减少了27%的 那么中期息每股2.21元 7类的联交所平均的每日成交金额是达到675亿元 按年是下跌了接近47%的 那么成交金额一直是非常的低迷了 那么港交所的中期业绩不理想 应该也是一个预料之内了 那388今早就有个低开的 那么午后有一个止跌回升 一度是倒升了1.5元 目前是再度的一个回落 目前股价是暴在了192.1元 下跌了接近1%的 那么对于这一支股份 您短线是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那中长期的话又是看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应该什么基础部署呢 其实这个业绩倒退27% 这个市场也会预期的 毕竟过去一点比较长的时间 成交金额一直在500到600多亿 相对于去年 4月份曾经见过2000多亿来说 你也看得到整个股市的确是 交头是很低迷的 这个只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股价为什么还是抓着 1890多块钱而不下呢 当然2块2毛1的利息还算是不错 不过相对去年好像有3块多的话 今年派送的利息是减少一点点 不过我想市场应该预期的了 现在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 深感通到底什么时候是公布 有消息说 今年10月份就要推出来了 那这样子 8月中啊8月底就要公布的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还是抱着比较 正面的那个期待 就是说深感通开出来之后 香港的股市这方面的成交应该是 稍微有一点改善的 毕竟 深圳的股份的市盈率是40倍 香港的只是10倍多一点点 这个相差已经很大了 还有人民币会加恐怕还是会走的比较慢 这样算起来的话 我想还是有一部分的资金会到香港来 抓住美元相关的资产 香港跟美元要联系的汇率 所以抓住港元的资产 等同将抓了美元的资产的 对香港教育所的股价的看法 我还是看得比较正面 不过要是这段时间 你要求它出现怎么样的上升 我想还是比较困难 第一 股市真的是没有成交 这个是没办法 还有一点 160块钱的相关教育所 到1895块钱 已经上升了20多个% 就是说一个中期的反弹 这个已经是差不多的了 好的 我们感谢郭老师 做出的详经分析 那么请问您刚才所提及的股份 和资产有趣吗 没有的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节再见